市長 那那個花蓮地震的話 有預計要花多少錢來贈災嗎 以及說主席朱立倫已經捐了一百萬 那會不會呼籲柯文哲主席 民眾黨柯文哲主席也要來跟進 災難當前 台灣人面對所有的受災戶 我們都用同理心 大家彼此互相協助 來面對這樣一個困難能夠共度難關 台灣人最愛心 最愛心 把我們當共同盡我們一己之力 來幫助這些受災戶 市長 所以會來捐薪嗎 捐薪的部分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每一次碰到災難 我都會盡我個人所得 來全力來幫助我們所有的受災 所以這是我一向的慣例 所以希望我們大家都用愛心來做好事 市長有沒有做好事 市長想問一下怎麼看 陳其邁市長開出第一槍 要捐出一個月的薪水來震災 那不知道說未來會跟進嗎 震災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我們在台灣每一個份子 只要碰到災害 台灣人善心永不漏人禍 市長想請教一下 就是環狀縣什麼時候恢復 然後卻有學者專家說 這高架橋應該那一段程度要到五級 可是應該要到六級 但是這次的地震卻只有五級 可是卻壞了 那您怎麼看 目前環狀縣經過林業的 積極的工程的單位的檢測 以及處理 那目前我們規劃是三個階段 讓我們新北環狀縣能夠恢復 交通飲食旅行 那第一個階段 在昨天八晚已經恢復了 就是板橋到新北柴內園區 單線雙號通車 至於第二個階段 我們就是從中和站到大平林站 我們希望在檢測安全五一一底下 能夠在4月8號 在上班時間能夠飛步來通車 當然嚴重比較受審的 就是中和站到板橋站 這當中裡面的中原段到板新站 因為鋼梁的臭味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請專家學者 不斷的檢測 檢討補牆以後 再確認安全都沒有問題 才會來開辦 所以我們大概就分三個階段 來做好整個交通運輸的新北環狀縣 所以能夠盡快地恢復通車 除了這個時間點 給我們的市民朋友帶來交通不便 所以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就特別啟動了免費公車的接駁 免費公車的接駁 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十二點 那這個部分在監封時間 是十五分鐘到十分鐘的監封時間 有一個班式 至於離工時間是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 那目前在昨天啟動以後 就載送了大量的環狀縣搭乘的市民朋友 那未來我們會適時的 做好公車的接駁的調整 因為看整個營運的狀況 做好讓市民朋友不要因為環狀縣 短暫的沒有辦法前線通車所帶來的困擾 我們會全力以赴 讓大家能夠有一個快速方便的交通運輸入法 市長現在有辦法預估說 什麼時候會有中向正常 目前為止我們分三個階段的過程當中 從中和站到大平均站 我們預估在4月8號如果檢視完畢 這個階段大概就可以 可以在第二階段能夠順利通車 至於第三階段 我們現在一直在雙北捷運 以及跟事工單位 不斷的做專家學者的整個補牆 以及檢討如何把這缸柱 如何把缸糧 如何把缸糧 如何把錯位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做好 所以這個時間點我們現在還在前面一步 我們希望經過整個解測都是沒有問題以後 我們再來開放前線通車 我們現在的這個失聯人數是29人 那外籍人士有4個人 本國籍有25個人 那現在也都在我們的山區 也就在我們山區 有一些在薩波當的部分 有一些在整個台巴縣的部分 或者在峽谷內 所以這個部分特收隊 以及特收隊聯合 無論是屬特收 或者是來自全國的特收隊 現在都在太魯閣公路總局那邊 在做我們的這個派遣 以及到這個各路去做搜尋 所以現在四位外籍的部分 有兩個是這個澳 兩個是澳洲新籍有雙國籍 一位是印度 一位是這個加拿大籍 那其他25位是這個台灣籍 那這個搜救的部分 還會持續不斷不斷的 這個掌握時間 一直往內推進 當然 無論是台八線現在還沒有修復 台九線的部分 這個清水橋這個路段的部分 也在搶修 所以公路總局都預計在 無論是4月5號或4月6號 18點以前他都預計 但是是不是能夠順利突破 這個都還要有賴工程單位 進到現場 以及突破種種的難關和困境 因為有時候我們這個落實不斷 尤其是從這個4月3號到現在 大家在花蓮都可以知道 那個餘症是相當相當大的 那以上對於失聯的部分 在這裡做一個報告 對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我說沒關係 一切都會安好 沒關係 一切都會安好 我們就祈禱吧 我所有朋友知道 看到電視的人 他們都說 好我們為他們祷告 神啦 祈求他們平安 也感謝各位記者們 跟說就對的人 的幫忙 麻煩你們了 感謝你們 非常的感謝你們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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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因為大家很擔心他們 希望他們有奇蹟出現 一切都安好 沒事情 感謝上場 感謝弟 祈求他們平安 祈求他們有貴人持現 感謝大家 感謝 孩子啊 你們會平安的 天啊 大家很擔心他們 他們會幹嘛睡著 真的 你家無口 他們都很可愛 孩子也都很孝順 沒事 不用擔心 吧